為什麼在水中聽到心跳聲 我旁邊沒有人 已經過了七月了, 有沒有那麼邪惡 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到漁人推介頻道 我是阿火, 正所謂風吹雞蛋殼, 財散人安樂 阿火為大家準備的一萬訂閱禮品, 已經全部送出了 突然覺得人都輕鬆了 謝謝各位朋友的支持 希望拿到禮物的朋友, 喜歡阿火準備的禮物 拿不到禮物的朋友, 也不用擔心 等阿火的頻道上到十萬訂閱 再準備多些禮品送給大家 今次阿火和朋友出去打神光第一線 即是一天光就落水打 看看今次有沒有什麼好東西可以打到 今天水質都算不錯, 不算太清, 但也能看到水底 其實打魚這些水就最好打 一朝早上的海特別寧靜 魚好像還沒起床上班 一條火燒腰在游泳游泳游泳 好像看到有魚影游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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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條火燒游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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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打魚要講求速度 通常魚沒有時間讓你慢慢瞄 所以要做到人槍合一 有時候還要預計魚油的方向和速度 這樣才可以打中它 現在的深水蜜蜂又肥又大條 去到邊也看到它 打魚最好玩的地方 就是你不會知道下一個秒會撞到什麼魚 就算不起眼的地方 有時候也會撞到好東西 阿火最喜歡躲在大石林裡等魚過 有一個白色嘴巴默默的游來 不知道是什麼 原來是一個滄滄子 這條大大餅 阿火這次有時間吃 一下子打不到死位 只能像釣魚一樣 慢慢收回來 這樣釣法也不錯 今天阿火的收穫也不錯 水很濃濃 不知道一會兒會不會有魚沖過來 為什麼在水中聽到心跳聲 我旁邊沒有人 已經過了七月了 有沒有那麼邪惡 忘聞了也不見有魚沖 為什麼呢 還是上水面回一回氣 頭上氣 再下去看看究竟發生什麼事 幾十條大大小魚 什麼魚 肥嘟嘟 難道是張紅 阿火這次還不發達 這一槍應該打中它的要害 為什麼突然一整班 還要開Turbo 這種情況也是上水面慢慢來玩 這條魚這麼好力 看來這條魚也有十斤八斤 究竟這條是什麼魚 讓阿火收近看清楚一點 死火了 金色的 不是吧 星佬 我們這邊很少星佬 你怎麼游過來 養到這麼大條 都不知道放在海裡多久 這些星佬是最早期的放生魚 是外來的品種 由於價錢便宜 早期的人最喜歡買來放生 原來剛才的心跳聲是你發出來的 嚇死我 還讓我以為不知道誰在我後面看我打魚 這些星佬又鮮又沒味 這條魚這麼大條 這次真的要研究一下怎樣煮 這些不是香港本地魚種 它們會破壞香港原有生態 大家一抓到就不要放過它 大家記得把魚扣在魚村上面 才好解箭 阿火試過解箭 才發現忘記穿魚村 這條魚不知飄去哪裡 很快就可以收工走人 自己玩就好 幾時走都可以 回到家裡 家人都還沒起床 這條魚肥嘟嘟 過磅剩十斤 這次真的要研究一下怎樣吃到 哇,差不多長了 這條魚這麼大條 這條魚真是蠍 紅古老 即是星老 這條魚老到已經沒了點 是呀 你後面有一把大刀 不用 不用 這條魚很像 熊仔便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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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仔便大魚 怎樣吃 這些東西交給女人去試試 熊仔便不試試 熊仔便不試試 我們做得好吃便可 不要要求 有一個粉絲 最重要一點是雷粉絲 一見完我就掉粉絲 馬上不追蹤了 幸好有兄弟幫我噴了半條 剩下半條就讓阿火研究一下有什麼煮法好吃 有網友說這條魚的原產地 都是拿這條魚來炸 這次就讓阿火拿這條魚來做粟米魚塊 先用廚房紙抹乾魚身上的水分 然後用刀切魚頭 我們盡量在骨頭上下刀 這樣刀就沒那麼容易崩 有網友說用魚頭來炆頭腩 味道也不錯 大家下次又可以試一下 兩隻翼仔阿火這次拿來紅燒 這樣吃法又不是太差 不過魚頭用來煲湯就腥到不得了 有時候湯這麼大條的魚 骨頭腩都很硬 不想弄崩一把刀 大家可以試用剪刀來剪 看回窗位 阿火明明打斷了骨頭 真的不太明白為何還會用油 剪刀之後就可以很輕鬆的切塊魚柳出來 這次我們用兩個背部來炸魚柳 有網友說魚腩可以用來梅菜蒸 大家下次如果捉到 不妨試一下這個做法 腥腩的皮很硬 我們這次炸魚柳切掉不要緊 魚柳大約切到1cm厚 因為腥腩又粗糙又沒什麼味 我們在炸魚之前先醃一下 我們用適量的鹽、雞粉和白胡椒 醃魚30分鐘 平時阿火醃魚很少用雞粉 有位大師教阿火 炸星老魚柳一定要用雞粉 這次我們就試一下 最後我們加入適量的麻油 然後攪拌均勻 為了等魚柳再滑一點 炸出來可以金黃色 我們準備一隻雞蛋 用筷子攪拌均勻 將魚肉和蛋漿攪拌均勻 粟米汁的部分 我們準備兩隻雞蛋 然後攪拌均勻 準備100毫升的青雞湯 加入2茶匙生粉 然後攪拌均勻 阿火在外面吃粟米斑塊的時候 就喜歡越多汁越好 所以自己做就做多些粟米汁 我們準備一盒的粟米肉 然後加入適量的粟米粒 今次我們加入半包 然後加入100毫升的青雞湯 用慢火煮熟米汁 把粟米汁煮熱後 我們慢慢加入蛋漿攪拌均勻 在這個時候大家可以試一試味 如果不夠鹹就加少許鹽 最後我們加入生粉水 讓粟米汁再稠一點 炸粉的部分 我們準備2湯匙生粉 和2湯匙麵粉 然後攪拌均勻 魚柳上一上粉就可以炸了 我們用粉團試一試油溫 如果放下去可以立即起泡 就可以放魚下去炸了 我們用170度的油溫 將魚柳炸到變金黃色 因為怕魚柳會變粟 今次就不要翻炸了 炸完之後 我們可以將魚柳上碟 在魚柳上 淋上粟米汁 說得這麼快 我們的粟米魚快就大功告成了 吃得了嗎? 吃得了 好吃 好吃嗎? 好吃 好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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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汁浸了 它會變軟 放開 好吃嗎? 好吃嗎? 很甜 但一定要多汁 好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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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吃飯沒有魚 今天吃飯也是可以沒有魚 是嗎? 好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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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吃一個魚很飽 好吃嗎? 好吃嗎 好吃嗎? 好吃嗎? 好吃? Games